1月7号下午3点多 八名标行大汉抵达廖先生的公寓单位 其中一人出示证件 表明他们是警察 要进入屋内搜查毒品 由于担心对方是假警察 廖先生表示他需要报警 随后廖先生进入房间 叫醒熟睡中的女儿和九岁孙子 拨打999报案 半小时之后 八名声称是警方的男子破门而入 廖先生被戴上手铐接受盘问 他否认家中藏有毒品 并让警方检查所有橱柜 电脑和手机 在整个搜查过程中 警方并没有发现毒品 非常刺激 那个时候我根本 我心是非常害怕 我们烂了那个门进来 他马上拿一个手铐在那边 硬立不干玻璃厂 我们一看到是有那个手铐 我马上我的心就沉下来了 就放下来了 哎呀 我讲 不用紧 不用紧 这个是真的警察来的 OK啦 又当高了 当高了 马上我的手就伸出来 我就跟他们很好的合作 他为什么没有穿制服 他讲 我们是不穿制服 我们也是怕你 我们也是怕你里面丢东西 我讲 那个我不知道 大家都是误会一场 在盘问的过程中 廖先生的太太 儿子和大女婿 先后抵达住所 但是被警方聚于文外 同时也不允许他们拍摄现场的情况 之后廖先生和女儿被指用脏话 主骂警方而在妨碍公户的罪名下 被控上法庭 廖先生的女儿承认 在被警方拉出房间的过程中 有稍微反抗 但是作为担心母亲的她 当时是为了保护孩子 协助廖先生召开记者会的行动党四眼 莫国会议员林丽颖表示 在紧急情况下 警方无需出示搜查令 但是却需要出示证件 令林丽颖不解的是 为何事发时 只有一名警员出示证件 同时也必须至少要有衣人 身穿警察制服 林丽颖也认为 负责调查这起毒品案的警官 也应该为百乌龙被割职 施主廖先生透露 在这起事件中 被破坏的门和物品超过一万令吉 虽然损失不大 但是她年幼的孙子心灵受创 同时她和女儿 也在妨碍公雇的罪名下被控 如果罪名成立 最高刑罚是监禁两年 罚款或两者监失 NTV7实习记者黄田采访报道 我要扣那个Battle卡 我要扣警察 看是不是真的 他们去收他的ID 一张